都兰星空团队为了让大众了解不一样的星空文化 特别邀请来自纽西兰的星空岛揽员 分享在纽西兰时候学习毛利人的星空知识 而透过分享希望能够让参与课程的学员 找寻自己和星星之间的连结 台东仰望和星星洒满整个夜空 台东的夜晚是许多民众觉得适合关心的好地方 因此也衍生许多关心活动 像是游县府举办的最美星空音乐会等 而在都兰有一群社区妈妈成立都兰星空服役事团队 让来到都兰的民众能从都兰开始进行关心 并推动相关的永续环境理念 台东这种很特别的氛围里面 它有很多的部落天文 或者是很有很丰富的南岛文化这件事情 所以它本来就应该是我们想要去追寻 左推的天文里面 它很适合就是要寻找这种 整个南岛语系国家 它是一个教育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其实跟我们台东还是台湾 其实都是很多的连结在里面 那个是我们讲起来会很有感觉的 其中在18号晚上特别邀请纽西兰星空导览员 分享在纽西兰时学习毛利人的星空知识 也为都然带来同属南岛民族的星空文化 进行交流分享 毛利人身后的部落天文之外 还包括整个纽西兰 他们有非常多元的民族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他们为什么想要一起去守护星空 然后我觉得纽西兰那里 跟都然这里非常的像 也是很多元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今天除了带来玛丽天文 我们还带来星空夜晚跟人最基本的 最根源的一些连结 然后希望可以触动这里社群不同文化的人 重新找回自己跟星空 还有夜晚的连结 都然星空扶持团队 致力于保护都然夜晚的星空 并有目标的想要打造永续理念的社区 邀请多位参加一同交流 也开设免费关心基础课程 为了需要让民众从都然开始 找寻自己与星星的连结 记者欢迎这里东河相报导 感谢观看